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思 在夏天的时候呢,我做过一期荷花茶的视频 那现在呢,已经是秋末冬出了 刚好呢,我们家门口的桂花开了 我就想着给大家做一期桂花茶的视频 那其实呢,桂花茶有非常多种形式 有糖色的,有盐色的 桂花的保存形式会比较多 那我今天用的是一种烘干的方式 把红茶和桂花放在一起 用高温去熏烤它 那使得桂花香味呢,充分地在红茶中溶解 那这就形成了一杯非常具有秋冬气息的桂花红茶 那桂花茶呢,是中国的主要茶类之一 属于花茶,由桂花呢,和茶叶较职而成 香味富裕持久 桂花茶呢,具有温补阳气 美白皮肤,养生润肺 所以在秋冬的时候呢,也是非常有效的 桂花茶呢,可以说是历史比较悠久的 早在唐宋时期呢 公妃玉女呢,就利用食物内服 可以使人产生香味的方法 在古代呢,这个被称为香参 桂花茶的做法呢 在茶胚叫花吸附香味时呢,也吸收了大量的水缝 含水量呢,可能会高达15% 所以要尽快复烘干燥,使得水量呢降至5%左右 以免产生霉变 特别是呢,现在僵射地区啊 已经到了一定的霉雨季节 所以我们的很多食物都特别容易 变质特别是茶叶 这个时候呢,在我们平时 去储存它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的拿它出来再烘干一下 使它的水分降低 好啦,我们这一期的桂花红茶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四,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